一棒 王威臣 威力加成 王威臣 琳麗的威力 琳麗啦 啊琳麗的威力 這琳麗啦 那個沉潔線 那現在記憶力都來了 沒有極限 那個我也會 哦 所以你看我真的各隊 有啦有啦有啦 接下來這個 哦 這個也是一個 我覺得很重要的moment 因為剛剛褚瑩講說 我有很多角色嘛 其中一個角色 我是專業職棒的會長 那這張是 去年的明星賽 那這明星賽的時候 大家知道嗎 都請貴賓來當投手 開球 那那一場比賽 我們開球的嘉賓 其實是王威臣 聯盟呢覺得說 請會長來當鼓手 來接王威臣的球 我一聽到之後 我很高興的 接下這個任務 我度蜜月的時候 就是王威臣 在陽基登板的第一場 然後那一場呢 我記得公司 還有把它發成紀念的DVD 哦 然後紀念DVD的時候 你把它調出來還看到我 但是那時候 我剛當選立法會員 沒有人認識我 那主播是原電文 他也不知道 就是take到一個 他有take到我說 哇 來自台灣王健民的球迷 那個時候只有 我跟我太太 還有另外一對這個夫妻 就我們四個人 拿著海報在那裡加油 這也是獨家曝光 卸著這個機緣或偶然 他最後都會回歸到一個緣分 對 然後後來我也不知道 我會當會長 對 因為大家知道我是一個 那你當會長的原由是什麼 也沒有為什麼 就是我是棒球迷 我喜歡 所以我就有這樣的機緣 所以那個是球團選 其實職棒會長是一個義務職 就是他不是 他不是一個工 他不能算一個工作 因為他是無心 是 那基本上聯盟的運作 也是秘書長職 就是說我平常也不用去聯盟 我也不用看公文 就聯盟他要決策 我覺得他其實是比較是 願意用你現有的一些能力 或力量來貢獻 讓我們的整個職棒會更好 我希望我的加入 當象徵性的這個會長 我能夠讓資源更多的投入職棒 投入棒球 特別是像我們的基層棒球 是 這個都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源 社會的關注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的角色跟目標 然後球迷有一些不滿意的 我讓他用我會長的身份 我能改的我就把它改好 那有一些我沒有辦法改的 譬如說看可能是 Maybe是球團的事情 是 那我可能就沒有辦法端齊解決 因為譬如各個球團的管理等等 但是讓社會更高的關注 更多的資源 來挹注我們的棒球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請訂閱 請訂閱 按讚